郭跟侯兩個在國民黨裡面 侯友宜的出訪 因為他先設定好 我這一次出訪的目標 是要讓中華民國起飛 所以你就必須要做一些 這個不管是行程的安排 或者是提出來的論述 來支撐你中華民國可以起飛 你才會達到加分的效果 所以你剛剛3Q人比較好 就是說他這個沒有失分 有失分 因為他後院再失分 他處理後院的諸多危機的時候 他的政治處理是弱的 是糟糕的 所以他出去反而是一個扣分 因為他沒有辦法證明 他的確可以帶領中華民國起飛 這個我覺得比較 你很難想像說 怎麼會有這麼草率的行政首長出訪 通常這種行政首長要出訪 而且是一個要選總統的人 而且你知道你的對手叫做郭台銘 而郭台銘又已經從美日回來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安排得更細膩 你就應該要做更多的設計 然後你就應該要拿出更多的 這個知識性的基礎 來支撐你提出來的願景 因為他說2030年什麼什麼什麼是未來願景如何如何 中華民國要起飛 然後我們要做大事 那你講了這麼多的口號 可是卻沒有看到內容物來作為支撐 所以你很難加分 因為呢就有人看到說 不對喔 新北的這個槍戰發生之後 十分鐘之內出現了十二篇攻擊侯友宜的 也就是說 過去PTT不會這樣子 對 侯友宜在PTT上面並沒有很紅好嗎 但是新北的這件事情 發生了之後 哇直接攻侯友宜 會不會是操作刻意操作的一個結果 那誰有能耐在PTT上面又這樣子操作呢 誰會有這樣子的動機去攻擊侯呢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蠻特別的 會不會是郭台銘的力道 真的還蠻強勁的 好啦 而且郭台銘他也到了這個南部 他好像先 對他去了高雄 去跟這些議員啊 等等的這些地方的頭人們見面 然後去面對面的去談話 然後接下來他也要去中部 也就是說 他一直在跑這些行程 而且國民黨內支持他的聲音 也一直都存在喔 包括陳玉珍嘛 陳玉珍是最挺他的嘛 然後你看大刊版 現在也都立出來了 所以不只是國民黨內有挺猴的 趕快徵招啦 趕快徵招啦 然後我們是挺猴友宜的 現在也慢慢出現這個挺郭的 這些明著來的動作 所以郭台銘說給我30天 我一定民調會往上衝高 這件事情不是在跟你開玩笑的 所以侯友宜就變得相對應該要更謹慎 如果你的政治判斷不足 你的政治手段不足 你的論述不足的時候 你的確很可能在這一場仗中 輸掉給這個郭台銘 那到時候怎麼辦呢 因為我覺得國民黨內心 大家都 儘管國民黨的這些人覺得 到最後還是要挺猴啦 不挺猴 不爭招猴很怪 可是他們都很擔心 否則不會一直要求說 快點啦 就是他了啦 趕快徵招他啦 提前啦 因為怕侯的民調一直往下掉 因為怕郭台銘真的30天衝 衝破了這個侯友宜的民調 所以黨內才會有這麼急著的呼籲說 快啦快啦 趕快徵招啦 這個包括什麼鄭立文 然後賴士寶這些人 我覺得他們其實都對於這個侯友宜 不是有那麼充分的信心 想說啊趕快啦 先出來再說啦 那所以侯友宜 如果你自己內部的這些國民黨員 都對你沒有信心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接下來 要怎麼樣打這場總統大選 那靳平兄說的呢 國民黨還是有記取四年前 那個初選刀刀見骨 沒辦法整合 甚至呢郭台銘翻桌走人 退出國民黨 這也是當初韓國瑜敗的一個因素嘛 四年前比較好玩 還有張亞中 對對對 但是啊 這次有張亞中啊 就那時候的 有嗎 有有有 張亞中這次也有 只是黨第一關 他就被那個篩選掉 就敗敗了啦 我就說四年前 你看高鴻安喔 那個阿明達喔 就劉宥彤等人 基本上是站在郭的立場啊 幹這個韓國瑜的嘛 所以現在國民黨在打預防針 避免呢 最後呢 出現了那個不知道怎麼回事喔 如果造成這種撕裂喔 或造成嫌隙啊 又沒辦法整合 先打好預防針 可是我覺得這跟導國瑜 為什麼要打這個預防針 欸 通常我們說做民調 做民調 做民調的意思 民調是客觀的 避免有人上下起手 有人用喬的 或是有人為的因素干涉嘛 結果國民黨 不做這樣的民調 或是民調做了之後呢 還加入一些莫名其妙的因素 什麼直化 什麼耐打 什麼整合力 這不就是擺明告訴你說 民調參考用 最主要的還是我主觀 我問各位 這幾個指標 就是李政奧所說的 比試不算 或比試只是參考呢 口試呢 請問口試的題目誰決定 口試的成績啊 誰來打 那個表現好不好呢 誰說白一點 朱立倫嘛 還有朱立倫的手下們嘛 絕對不是國民黨中常委啦 那這個機制都說不清楚 請問誰來決定 剛才那個主觀的因素 那宇朝哥 我再加問一件事情 這個人四年前也有選過 Yes I do的創始人 叫做韓國瑜 被這個獨家掌握到 現在正在泰國 有了 你看他旁邊的人 他也出訪啦 旁邊都中華民國國企嘛 過去這個韓粉最最流行的一個服裝 可能是當地的 可能是僑民 韓國瑜到底有沒有戲啊 因為如果剛剛靖民講 中南部的這個影響 是多多少少跟韓國瑜的 韓流有關係的話 會不會韓國瑜在按住郭台銘 我應該這樣講 按住誰 其實對韓國瑜來講 他要保持事蹟而動 什麼意思呢 因為他的政治價值才會最大化 要營造出大家都需要 我這個關鍵的韓本 或者關鍵的韓國瑜 這樣對他未來在政壇上的影響力 最有幫助 最笨的是他現在就表態嘛 他表態就得罪另一邊人嘛 也沒有當那個什麼 國民黨的公共才的角色 所以韓國瑜要的是影響力 也就是在這一局之中呢 要有他的角色 也就是各個候選人 會來登門拜訪 然後韓國瑜好像調和鼎態 有個政治高度 這是第一個 什麼叫上下交相賊 韓本要什麼 那個什麼信仁歌 歷史歌啊 這些人要抖內 要直播嘛 他們又希望回到四年前的盛況空前 開個直播整晚的抖內不得了耶 比我們上節目啊 可能多了好幾十倍 所以說他們要的是蹭韓國瑜 當然韓本基本上凝聚力很強 但是我很好奇啊 韓本現在規模有沒有像四年前一樣 我的結論非常簡單的是啊 朱立倫才是個最厲害的 因為他看破了侯根啊 這個呢 郭台銘的心病 先講郭台銘啊 郭台銘當然想選啊 但郭台銘一定要選贏 所以說呢 他獨立參選 或是跟柯文合作不會贏啦 所以唯一要贏的機會 就是披掛上陣國民黨 這個扛棒啊 所以說在這麼不利的狀況之下 他都願意說給我三十天 我給你全世界吧 那麼侯友宜的賢病 我們前面已經講完了 剛才已經迫不及待 有人說明天徵召你的話呢 你要不要一塞肚 這是我不需要承擔的 這個朱立倫看在眼裡啊 但我說喔 還有一個指標也有趣喔 這叫國民黨的焦慮症 這間歇性焦慮症 什麼意思呢 當那個勢頭不好的時候 或是說雙方拉扯的時候 有一個假議題就被拋出來 搞不好變真議題就龍秀燕 你們看到這兩天 又有人說呢 其實萬一兩個都不好的話 盧秀燕也不錯啦 關鍵在於什麼 有一個道理啊 是非常非常哲學的 朱立倫都幫 就是都不幫 好 或者是呢 都不幫呢 也是在幫 幫什麼 幫他自己啦 為什麼朱立倫 到目前為止 給大家還有這種遐想 因為他也從來不否認啊 我遇到朱立倫的人馬 林陶這些人 我會拿到朱立倫 應該還沒出局吧 不好說不好說 那朱立倫沒有可能 邏輯上是可能的 邏輯上可能的話 佛祖顯靈邏輯上也可能啊 朱立倫參選的邏輯跟機率啊 還要比其他人假設更高啊